有臭宝问我说老花一我看你们老是用火山岩我没有我是干工具的我用石子行吗 这个小石头枕跟那个火山有什么区别 那接下来呢我就找到了哈 正好我们这里两个两个东西都有大家可以看到吗小石头枕的话就是这种花钢岩青石之类的对吧 而且他是表面非常的实陈不透气你看这个火山岩 他有很多的这种孔状是吧 哎他的透气性会比较好用来拌土养花的是比较适合 再加上呢他这个结构呢里边的微量元素含量也比较高你这个这里边就碳酸钙对吧 还有一点硅别的没什么就基本上都是碳酸钙为主 而这个里边就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个金属元素 所以说养花的时候大家也能看出来一个区别 那么跟大家说啊不论是什么样的颗粒用来养花半土 大家都是为了让根系生长的更舒服 土跟植物之间的一个联系呢它就是一个承载体 看到植物的根系有地方生长而已 大家也都听过咬定青山不放松啊 你们去野外的时候也都看得过在岩石缝里边 砖头缝啊 甚至没有什么土壤的地方它都能生长植物 又或者是朽木上斧叶墩对吧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不论养什么样的花花草草还是植物种菜种花 你只要让植物的根系保证不脱水又有营养 还有透气性 它一样长得好 也就是有这种水培啊雾培啊各种各样对不对 好了简单一盖它就行了别的也没什么 颗粒呢大家自己斟酌着来吧 反正火山岩价格也不贵 跟这个石头嘴的照相差不多 还是火山岩比较适合养花 你要说铺面的话这个东西就无所谓了 觉得不错就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养花这张一 么么哒 哈哈 はい 嘿嘿 嘿嘿 嘿嘿